今天用气球假装表弟吓下老公 等一下让老公动手 看他有什么反应 给大家拜个早年 老公吃饭了 这咋趴这儿的 饿多了 半天搞不醒他 那早饭都没给你做 还好我买了点 回屋睡 你尝尝 东北特产驴打滚 驴打滚 对呀 啥玩意儿没吃过呀 还快好吃嘞 这是不是前几天晚上 和那个东北早餐 就那个 你不是说了 今天冷的想去东北玩 东北旅游没时间 早吃同款驴打滚 我给你整来了 诺诺唧唧的 是吧 表弟 吃驴打滚 我喊半天药没用 你都不知道 他等会儿还有个 可重要的面试呢 这也不知道 起不起来 要不说还是他们会吃呢 这早上呀 来着一口诺诺唧唧的 再加上一口热牛奶 真是太舒服了 关键你说啊 他中间这么多红豆馅 他一点都不甜啊 表弟 表弟 他没女的 打给你 没用 你说他这一会儿面试咋办呀 你要不然叫我说 你就照着他的头 给他来一下 你可打起算了 那你这个 那不合适吧 干嘛什么也爱吃这个 到时候可以给他多带两盒去 给妈带什么 给他妈带 那得多贵啊 那再贵你给咱妈吃一口咋了 再说这一点都不贵 你看这一层一层的 诺唧唧的是吧 那带给我拿来 姐妹们 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是 东北特产的驴打滚 它这个配料特别干净 关键是人家是真实在 我以为这么一盒 都得给一二十块钱吧 它十五块九 不是一盒 给大家再发上一盒 到手之间是这么两大盒啊 每一盒都是四百多克的 给你看看 哎呀 这个是我刚才已经吃过了的 一盒里面是这样子的八块 外面裹着黄豆粉 里面是糯唧唧的糯米 然后还有那个 红豆馅 再咬开一个给你们看看啊 嗯 扎扎实实的馅料 真的特别好吃啊 你早上来上一个 或者是说下午当个小龄 是啥的都可以 给你们发现下班小龄车了 没吃过姐妹们都可以安排上一盒 我都跟来不及了 就是啊 你给他梦醒吧 哎呦什么 他咱们也吃不过 咱妈又要找我了 打他 嗯 真的啊 长长记性吧 就这样啊 我真的来了 直接给你妈告诉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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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